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母亲咬醒她,把她抱在怀里 告诉她母亲要走了,但是总有一天会回来 然后把她带走,因为她是母亲的明珠 你好,我是杨茜 去年我的动画电影《纪元台7号》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到了最佳剧本《金诗奖》 今年香港三连书店把这部电影的小说《结集成书》准备出版 本来二月份,我准备要来台北书展和大家见面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,一改再改 终于只有在这个视频上和大家一起见面 这本小说从5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 这是一个两代母女矛盾与宽恕的故事 更是一个两代母子爱与补偿的故事 《亚洲周刊》这样形容 这是杨凡写给大中华、香港和一代人的前世情书 我希望在很快的将来可以来到台北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点点滴滴 《亚洲周刊》 母亲从厨房端了茶出来 《亚洲周刊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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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